大家好 今天是周五 我小孙子学校傍晚时 给孩子们搞了一场 学校版的嘉年华游乐会 美国的中小学在深秋的时候 都会搞上这么一场秋季庆典 让孩子们感受到秋收的快乐 他们学校的这场嘉年华 是庆典的方式之一 宝宝 你们学校搞活动 你开心吗 开心 这么开心 小孩们引导了这儿 撒了会儿了 这个项目挺受欢迎 都排起长队来了 我家宝贝来了以后 好像有点犯选择性障碍 到处跑 我会给你二分钟 二分钟 二分钟 喜欢点充气城堡先蹦一蹦 换了一个更大的城堡接着玩 这个充气城堡很长 里边可以说是翻山越岭的爬来爬去 能过来也是很辛苦的 忽于出来了 这个城堡他特别喜欢 反反复复的不知道玩了多少遍 这又去了 妹妹也玩点适合小朋友的 旁边服务的大姐姐是附近的高中生 志愿者 高速旋转能飞起来的鞦韆 孩子们特喜欢 所以人多也是需要排队的呢 这里是活动的主场 以大型器械的玩乐为主 旁边是餐饮区 有一些现场制作的美食 场外有个小动物园 喜欢小动物的小朋友们 可以和小动物近距离的接触 这里是画彩妆 看把这小朋友画的都跟小花猫似的 还有托马斯小火车 参加这个活动是有卖票的 12块钱一张票在网上订购 不买票也可以玩 所有的项目都可以玩 买票和不买票的区别 就是买了票的会给一条彩带 就是万代盖在手上 凭这个万代可以在这里领一份 现场制作的棉花糖 还有一份爆米花 怎么说 谢谢啊 你欢迎来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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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谢谢啊